白色桥梁被震垮掉到地面上 上头布满黄色防护网就怕再次脱落 好几辆怪手在桥下清理破碎的水泥缓和掉梁 招动部次长齐文忠以及立法委员傅昆奇等人 也到场视察修复工程 新桥的部分三十二支两都要重做 那旧桥的部分结果安全是没有问题 所以昨天晚上大家努力之下赶工目前 今天也是个恢复正常的一个通车 经过抢修 玉星旧桥23号晚上10点回复通行 凌晨花莲发生规模6.6强震 造成花莲玉里玉星桥透宽工程 才刚完成掉梁作业 一共三十二支玉立梁 地震过后有二十八支断裂 有些还侧翻掉到下面的机满车道 行车受阻 苏花改工程处经过评估 三十二支玉立梁全部都要拆除 粗估损失将近五千万元 其实光是一支玉立梁就要价一百万 全部拆掉恐怕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做那么多很少遇到会这样 那最主要是我们那天晚上发现到 上下跳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这个天灾造成的影响 是否受及保险礼服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希望尽可能不要去 让预算需要去睡觉的状况 由于目前余震不断 24号凌晨 花东地区连续发生超过三次 最大阵度四级的余震 其他地区也都有一到两级的有感地震 交通部将全面检视目前现有工程 耐震强度是否足够 至今费行政院还有预备金可以支出 但整座桥的完工期 恐怕还要在延后五个月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